今天和喬喬學2021-2022年C10這首考試歌 非常之好聽 歌名是 Love Theme by Katherine Rowland 題目寫著 Flowing and very expressive 即是要很流暢、很流動、很有感情地彈的 我們今天先學了左手Bass 那個Accompaniment先 Left Hand Accompaniment Right Hand 右手就是旋律 Right Hand Melody Accompaniment 多一字 Accompaniment Very good 好 那個Accompaniment就要很幼細的 所以一定要用Fingertips來彈 千萬不要熟了才收細 手指是拍在這裡 還有又不管拍子 千萬不要 我們一開始學 就已經習慣用Fingertips 要收細的聲音 還有留意手指甲 因為很多時候手指甲 就會整個手指甲彈下去的 記著用Corner來彈 收細 他沒有寫的 做曲家沒有寫的 因為他認為我們應該要知道 收句的 收細 收細怎麼做 用小小 用Corner就好了 千萬不要用整個手指甲彈下去 包你大聲 就沒有聽的 那就沒有expressive 沒有感情的 time signature 寫著4-4 time 我們就是4 quartet beat 線 現在用Meternob的速度 Tempo速度 是用60 一分鐘會打60下 慢一點 我們就做了Pattern 1 你會發現很多小節 都是一樣的 拍子 所以為什麼說 又容易彈又好聽 就是這樣 好 那我就說Titty和他 好嗎 準備了 Tap the beat Ready go 好像唱歌那麼好聽 第二小節 第三小節 第四小節的音不同 節就一樣 第五小節 一樣 跟著第六小節不同 我們去第七小節 第八小節又不同 我們去第九小節 第三小節 第三小節 細聲 第十小節 也是不同的 第十一小節 A tempo 那裡 來吧 第三小節一樣 其實 第十三小節 現在 第一小節 就是完成了第一版 所有節奏 剛剛你彈的 都是一樣的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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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 Ta 那就對 之後是Pattern 2 只有兩個Pattern 現在就用來做Pattern 2 就是第六小節開始 準備了 是否很容易? 第十小節又是 十四小節 十六小節 搞定 只有兩種小節 不是只有兩種小節 只有兩個patterns Patterns1還記得是怎樣? T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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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a T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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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a Patterns2 記不記得? Ti-t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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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了 我的手就是在拍個beat Beat是不變的 跟拍自己一樣 我的口就說rhythm 說rhythm 對 這裡是Midu C的位置 連伴奏都很好聽 有沒有發覺? 我們要留意一下 數好拍子 然後 左手練熟之後 開始可以用了 Bass Left hand accompaniment 加上 Damper Pedal 去練力 加上 我們這次先學習節奏 先把拍子 一學就學好 而且要學好 用力度要很好 千萬不要拿高手指去彈 你越Active 越動更多手指 伴奏就越大聲了 如果你用得更多肉去彈 就包你大聲 那就不要聽了 變成這樣了 不要聽了 真的很難聽 記住 用Fingertips 手指甲骨的位置 手指甲很大隻 只用一個Cornet來彈 知道嗎? 整個Handshape要做好 我知道要拉大隻手 你手指甲會凹 你記得做拱橋 輕輕拿拳頭出來拱橋就來了 還有指法 我改了書上作曲家 或者編曲者寫的指法 我用521 521 收小 接著第二小子一樣 221 5 是G D 記不記得加線音的英文是什麼 Ledger Line 加了一條線是D 加了兩條線是E Ledger Line 讀一次 Ledger Line 對了